古宁头战役 提起古宁头 世人对他的印象 总与战争连接在一起 其实古宁头 可说是一处古战场 明正时代 郑成功的部将 也曾在古宁头南山的乌沙头 大败清朝提督马德公 悟患心仪 民国38年 一场关乎台湾生死存亡的战役 也在此发生 这场关键性的战役 让古宁头再度跃上历史的舞台 民国34年8月15日 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 共党在苏联的支援下 接收了日本的精良武器与装备 以及二次大战后 被裁军的九百万大军 形成一支五倍胜卧国军的队伍 解放军气势势如破竹 国军只能节节代退 为了在东南沿海 新建永久碉堡 民国37年9月10月间 中央派员到金门勘察 定位 国库拨款 于11月开始建造 金门开始成为一个军事要地 民国38年 金户失守 徐邦会战国军失利 控江山不保 国军虽迅速将物资人力迁往台湾 并令军队驻防金门岛 并加快新建海岸般防卫钢绍 碉堡二十余处 民国38年9月 共军长盛将军叶飞 率共军对国军做最后的歼灭攻击 10月17日 共军攻占厦门 当时担任福建省主席 兼福州虽晋公署主任的汤恩伯将军 眼见大势已去 只好下令撤手 将总部迁往金门 民国38年10月17日 厦门沦陷 红军华东野军成义侠下的 第十兵团司令叶飞 意气风发 着手进行攻占金门的计划 在老虎洞宴请厦门地方领导时 他用筷子指着菜盘 说道 金门就是这盘中的一块肉 想什么时候夹就什么时候夹跑不了 根据当时共军第251团司令部的作战命令来看 中共在攻占厦门之后 本就想即刻乘胜追击 进攻金门并进一步解放台湾 此时台湾海峡战云密布 金门成为国军重要的战略基地 驻守金门的国军开始加强阵地防御攻势 士兵加进挖掘战壕 运不但要 战争似乎是一触即发 作战前 前一天 我们还不断联合研习 做预防研习 研习一完以后 师父开作战检察会 作战会议 判断敌人 一定要25号要来登陆 为什么25号登陆呢 因为当对面的船只与季节 看得很清楚 第二个来25号是大超高超 我们回去以后啊 部队啊 都是经纪 经纪的代名啊 晚上睡觉的时候 子弹带都别到 被子弹带睡觉的 当时驻守金门防务 为国军22兵团下下第五军 由高级人中将 驻防小金门与大二南岛 兵力约3000人 另外第二十五军 由军长沈向奎 辖四十师 青年军二领一师 厦门要塞 破级炮营守京西地区 第四十五师 战车营 二领一师炮兵营 118师一团守京东地区 兵力约一万七千人 合计金门总兵力大约两万人 青年军二领一师 原有三个团 603团已先奉命 支持马尾战线 一去无回 京西地区 住房实际仅有 601、602两个团 担任琼陵至厚沙 龙口、虎尾 一去古宁头一带 由其龙口至古宁头 东西一点红之间海岸 正面广约5000公尺 纵深也有五六百公尺的地方 是汤恩伯将军 认定为共军来犯 最可能的地方 因此要601、602这两个团 加强防御攻势 严加戒备 201师郑果师长 下令构筑土宝 各宝间距是地形60公尺 至200公尺不等 当时金门当地 也没有树木水泥供购筑土宝 只得向百姓征收门板 窑砖、红土 借用安琪居民家的门板 及古宁头山地的墓碑 短短两三天内 完成了200多个团堡 最后十天一天 踏十一桌七八天 都踏了一桌 踏这桌 没人踏的 头头踏的就是什么 轻、轻、四斗 没人踏的算踏 门踏踏 门踏踏踏 所以我才能踏到后 踏的踏没办法 踏到后 就是念 念无牌也踏 念鱼、海、蝴鳩也 带着 作为雕包 共军因厦门的胜利 骄傲地认为胜利在握 且为抢先在湖连 抵达金门之前 抢摊登陆 因而铤而走险 在军备尚未完成前 实行攻经计划 并预计由东西一点红 抢摊登陆 适时 金门防卫司令李良荣 也主持军事会议 汉恩伯将军 列席指导 也决定10月24日下午 于东西一点红海滩 举行部战协同 反登陆演习 一时 古林头到龙虎海滩 黄沙吻滚 炮声隆隆 一场决定胜负 扭转前方的战役 冥冥之中 上天早已安排妥当 民国38年10月24日 那天距离中秋已经半个多月了 下午由金门向大邓岛眺望 发现众多的渔船在港边聚集 国军指挥部连忙查看潮戏 发现是数年来最高潮 又吹起强烈的东北风 于是召开紧急会议 要求各部加强警戒 严防共军渡海来饭 当时驻守金门的国军 以李良荣将军率领的第22兵团 以及高奎元将军所属的18军为主力 10月24日 当日国军战车在龙口演习后 一部战车陷入海滩 进退不得 士兵们问了战车 留于沙滩上没有离开 因而在第一时间紧急共军来袭 而留置滩上的战车 也成为最好的攻防武器 25日凌晨12点 驻守古林头的海巡人员 因误触并迷 守军官兵以为共军来袭 迅速进入阵地 恰巧发现共军船只来饭 负责龙口海滩警戒的青年军 201师602团第二营 所属的哨兵发现了共军登幕 立刻鸣香飞响 震惊全军 国共双方随即展开一场惊心动魄 长达三日的生死战役